若西州军不答应 就达到他答应为止 这个霸气放话的老头 正是课本里的战国大谋王 秦昭湘王秦记 秦昭湘王51年 西州军居天子旗号 和五联军30万之兵 号称50万公秦 围住一雀老秦王大怒 在朝会上召见群臣询问对策 此时大将蒙奥出班 秦秋率领10万勤兵 支援大将秦秋 击溃五国联军 然而列国联兵 毕竟声势浩大 所以群城顶沸 姚谷第一个出了拍马屁 请老秦王定夺 打了一辈子仗的秦记 也成了顶级的战略家了 那选择让秦秋绕过五国联军 直扑周天子的络意 逼着他们掉头回救周天子 拿回战略主动权 大王英明 大王英明 此时吕不韦和秦子楚 一边吃铁板烤肉 一边讨论秦国战事 吕不韦既不主张 与联军死磕 也不主张退回韩古关 他的战略和老秦王一样 秦贼先秦王 等紫楚出宫以后 就发现老爸安国军秦柱 等着他 陪了老秦王派了他去监军 与大将秦谬 一起为国效力 可是秦柱咳嗽的不行 紫楚一听就知道 机会来了 果然吕不韦为他谋划 主动请令 代替老爸效力 立下军功 对他的储君之位大大有力 老秦王看不起周天子击言 周天子这个老东西 年纪长寡人几岁 再为时间长寡人几年 竟然糊涂至此 你去吧 对他呀 不用太客气 不愧是战国最强的王 当西州军和联兵 听说秦军主帅 不按套路出牌 玩了一招偷家 连克接近十座城池 西州军整个人都傻了 还没攻上敌方高地呢 加美了 于是五国联军急忙回援洛翼 老秦王再命标攻 联军十万持续邯郸 最不两命偷家 把联军耍得团团阵 同时他霸气放话 西州军想要求和 必须献出 治下三十六座城池 还特别强调一番 若西州军不答应 就达到他答应为止 这就是战国大魔王的自信 最后果然不出老秦王所料 西州军被偷家 整个人都傻了 被迫只能和秦国讲和 当紫蜀霸起一回袖子 赵国平原军赵胜 当场看待 当年紫蜀的赵国为之 是何等的落魄 今天却能来决定 秦国未来的命运 平原军自信满满 然是秦公子一人啊 他和老夫 那是老相识了 平原军 我已改名为紫蜀 莫以旧事之名相称 哦 这个欧字就充满了嘲弄之色 两方人马坐定以后 秦军主帅秦舅表示 你们聊 我不打扰 我只管喝酒哈 平原军嘲讽 紫蜀身份太低 我带秦王而来 不够四个 平原军露出招牌欧字嘲弄 提起紫蜀当年的落魄经历 在赵国当质子时 状况凄惨 离开邨南城 抛弃弃辞 黄黄然如丧家之拳 一看老小子脑子不太清楚 秦舅把桌子一拍 立刻准备起兵 暴打周天子 西州军吓得活都没了 急忙劝平原军 你稳一点 则处终于开始正式爆发 他先强调一个事实 赵国是因为战败于秦国 被迫割地求和 则处这才到赵国当人质 但赵国事后 毁蒙被约 战场上打不过秦国 就像杀害秦国人质出气 典型的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 赵上十分眉莲 今日你若杀我妻儿 这是秦始皇老爸最狠的时刻 逼着西州军割地求和 秦朝相往五十一年 秦国二十万兵马围住了洛邑 西州军与五国联军 只能被迫求和 他第一个开眼 张口就来天子一乡大度 对于秦国重兵围困 洛邑这种事 日常选择原谅 秦国撤兵 那周王氏也停止合纵罚钱 你说什么 不曾发生 我拿二十万兵马 辛苦功成 秦军 全白干了 你若你就没有话语权 遵守提出秦王要求 西州军辖下三十六座城 土地人口全部交给秦国 秦国才会退兵 他当场气到暴战 老夫三十六座城池 你是一个也不留啊 难怪是虎狼之情 吃肉连骨头都不留 春深军出来当何事佬 但紫鼠一口咬定 必须割地 荒谬荒谬 秦皇玉和 这是要废天子啊 紫鼠当场伸手 莫皇莫皇 要你的地又不是废天子 你从原来三十六座城 变成一亩地 不就得了 可天下哪有一亩地的天子 凡地刚成国也没这么屈辱啊 于是平原君提出给一半的城池 一半 这一半也是十八座城池啊 西州君感觉肉疼 然而紫鼠根本不管你肉有多疼 坚持三十六座 我秦国要把你的骨头也给吞了 平原君这个暴脾气 今天他就是要和紫鼠 抢着当化石人 于是直接把郑宝宝和美艳赵姬押了出来 赵姬时隔三月才见到紫鼠 开始疯癫呐喊 平原君自信满满 只要你秦国立刻退兵 那我就放回你的老婆孩子 紫鼠内心也十分悲痛 赵姬对着他口笑 郑宝宝一副奏犯六国的表情根本不怂 平原君还在那瞎忽悠 又一次拿捏紫鼠 他脸上是挡不住的喜色 他要紫鼠不按他响的透露出牌 开启高光演讲 他提出自己迎姓秦氏 大秦太子的嫡子 代表战国最强的王 秦昭湘王谈判 何况秦国二十万将士 为了秦国开疆酷足 撒下多少人的热血 岂能为了自己的私事 误了国家大师 随着他一波斩钉解体的拒绝 平原君当场惊呆 他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 威胁要杀死郑宝宝和赵姬 为了激发最强子楚 今日你若杀我齐儿 来日我一定亲率亲军 公仆汉弹毁你宗庙 你赵氏全租上下 一个也休想活 凡天下赵氏之人 且要为我今日死去的齐儿 唱平 这里得解释一下 赵国和秦国同源 都是商朝王室扼来的后裔 周末王时期 赵父兽封赵帝为赢姓赵氏 此为赵国之族 三十年后 周孝王时期 赵父后人赵飞子 兽封 其选丘秦帝为赢姓秦氏 称为秦飞子 此为秦国之族 盼照典籍的所谓赵政史属物节 而子楚放出这句话也不是空话 如果他能活到五十岁 也许他才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 而秦正则会当二十年太子 平原君勾勾扬起手臂 准备宰了郑宝宝母子 眼看子楚真的心硬如铁 他也被气得没办法 留着郑宝宝以后 也许还可以讲和 但杀了他们 那赵国再没有讲和的余地了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如果平原君知道 后来就是眼前这个小东西 攻破了邯郸城 回了他们的邯郸宗庙 那他绝对会先下手为强 五国合纵也无法为他撑腰 秦州军献上全部的领土 彻底心态崩溃 天术如此 天术如此 周天下走到尽头了 天下诸侯 乃是我先祖所封 难道 他们要做看孤 被秦人 去而代之吗 这个粗人可爱的老头 就是周朝在位最长的天子 周南王 积岩 当时西州军一路小跑返回路意 西军 你可回来了 哎呀 故意只在等你呀 八十多岁的老头 随着此刻却跟个年轻人一样快 他等待秦国撤兵的消息 回到等来的却是让他彻底崩溃的消息 陛下 为海燕 既我而去 赵主 又不可为天子与情人 辞战了 战国大魔王要周天子 献出辖下所有的土地 将九鼎运回咸阳 不然秦兵就要攻入洛邑了 既然气得浑身颤抖 一跤跌倒在地 九鼎可是代表周朝气韵的存在 九鼎 那王权这象征啊 我姬言太难了 五十年前 秦昭相王的哥哥秦武王 来络绎耀武扬威 口称要把属于雍州的雍州鼎运回去 年轻的姬言十分自信 江山有多重 九鼎就有多重 秦武王还真的被他忽悠进去了 举龙文赤鼎 搞得自己全身鼓劣 绝病而死 现在老秦王为自己的哥哥报了仇 孤的王位 孤的诚意 孤的天下 孤的九鼎 秦映 你这个羊马的家奴 就差一句 Good morning 作为末代周太子 大家可以想象老头内心的绝望 周朝立国接近八百年了 自此以后 中国社会再也没有这么久的政权 可以说周朝奠定了大半个华夏文明 而历史上的机言比剧中更惨 被逼迫入咸阳请罪 一番惊吓以后 返回洛邑就病死了 嗜好为周南王 南为羞愧之一 秦昭湘王也没有再立新的周天子 下一世他转世为唐朝名相李林福 好好过了一把嚣张的阴 听说仲将军把九鼎牵回了咸阳 激动的老秦王快步迎接 然而此意又好又坏 主帅秦九和王孙秦子楚突然伸染了疾病 老秦王和太子秦柱十分震惊 看来强行灭州果然是对秦朝气韵不利 此时将军横一报告 周王氏的九鼎在迁入四水途中 有一个鼎掉入四水了 老秦王并未责怪 原来神物 使而不得复起 和八顶一族为一 事实上从洛邑到咸阳 是不用经过四水的 所谓有一顶掉入四水 这是汉书里记载的 为的是吹捧刘邦秉承天命而生 而关于九鼎的下落 实际本身自己就自相矛盾 在秦本记里说秦国抢得咸阳了 但是在风扇书又说周朝宋国灭了以后 九鼎就不见了 然而商人后裔的宋国被周朝早灭亡30年 因此九鼎下落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被债台高处的周暖王毁了 还有一个可能 随着秦始皇下葬在始皇立临了 这个历史谜团 只能等到未来考古来揭秘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来分享